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6号以52比48票 表决通过总统特朗普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巴雷特 随后巴雷特在宣誓就任仪式上宣读誓词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115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参议院于26号通过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最高法院保守派席位将增加至6个 优势也明显扩大 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巴雷特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 以52票支持和48票反对获得通过 在场的共和党议员起声鼓掌 其中一名共和党议员柯林特倒戈投下反对票 民主党议员中则5人倒戈 保守派共和党人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欢欣鼓舞 巴雷特是特朗普提名的第三位保守派人选 也将是最高法院第6名保守派大法官 在选举日后的一周内 最高法院将着手审理的案件涉及可负担健保法 行使宗教信仰权与反歧视法的矛盾等 这也是民主党议员极力反对大选前通过提名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的周末 民主党参议员提出多项程序性动议 又通宵接连发言 对提名程序及巴雷特的保守派立场表达强烈不满 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6号 以52比48票表决通过总统特朗普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提名人选巴雷特 总统特朗普随即为巴雷特举行宣誓就任一事 在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引领下 巴雷特宣读誓词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115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总统特朗普表示巴雷特正式就任 是美国的重要日子 巴雷特重申 他会不偏不倚践行法制 为美国人民服务 巴雷特感激在大选前正式就任 被指一旦出现选举争议会对特朗普有利 巴雷特的任命令最高法院的保守派 对自由派大法官比例改写为6对3 也是视为是共和党一次的重要胜利 巴雷特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是美国历史上选举距离大选时间 最短的一次大法官任命 也是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而产生席位空缺的第38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6号在关键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一连举办了三场竞选集会 最新民调平均值显示 拜登目前在宾州以4.9个百分点领先于特朗普 宾州是仅次于德州的美国第二大天然气产地 特朗普在集会上抨击拜登的能源政策是给宾州能源业判死刑 他声称拜登的能源政策将给宾夕法尼亚州带来深重的痛苦 带来大规模裁员 不断的停电 汽油价格飞涨 而拜登在上周辩论后 一再澄清 他说的是结束对石油公司的联邦补贴 指出美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摆脱化石燃料 拜登还一再承诺不会废除页岩油气开采 只是呼吁在联邦土地上不要求颁发新的开采许可 特朗普督促宾州民主党籍州长沃尔夫·汤姆夫 尽快重新开放经济 批评拜登想要关闭整个国家 据宾州卫生部门统计截至26号 病州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9.5万 死亡病例超过8600人 美国上诉法院周一驳回司法部 有关立刻禁止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商店 提供海外版微信WeChat下载的要求 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在裁决中指出 美国政府并没有在上诉裁决做出前提出充足的证明 如果没有立刻将WeChat下架 会立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美国商务部要求WeChat下架的聆讯 会排期在明年1月处理 旧金山法院上周也驳回司法部的要求 维持暂缓WeChat下载禁令的裁决 旧金山法院当时的裁决指出 将WeChat下架会违反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 由美国微信用户组成的联盟指出 裁定可避免几百万美国人依赖的社交平台被迫关闭 美国商务部是以WeChat威胁国家安全为由 命令苹果和谷歌的应用程式商店 从上月20号开始将WeChat下架 同时禁止美国个人与企业与WeChat进行任何其他交易 但多个地方法院都颁布下临时禁止令 暂缓执行命令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大选倒计时一周的时间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民调支持率 持续领先总统特朗普 并且在密歇根 维斯康星 宾夕法尼亚三个关键州优势扩大 维斯康星大学买迪逊分校选举研究中心 于2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拜登在密歇根 维斯康星 宾夕法尼亚三个特朗普 在2016年赢得的关键州民调领先优势扩大 在密歇根州拜登领先特朗普10个百分点 比一个月前扩大4个百分点 在维斯康星州拜登领先特朗普9个百分点 比一个月前扩大了5个百分点 在宾夕法尼亚州拜登优势扩大到52% 而拜登优势扩大的原因 首先在于之前未做决定的选民倾向于拜登 在中间派选民中 拜登在这三个关键州以54%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 而在2016年没有投票的选民中 拜登支持率高达64% 不过今日美国报26号公布的民调则显示 特朗普虽然仍然落后于拜登 但在亚利桑那、佛罗里达、佐治亚州等地的差距开始缩小 截至今天上午 南加州尔湾市的谢尔弗拉多大火 已经迫使超过9万名居民在烟雾中紧急撤离住处 这场起于尔湾东边斯维拉多山谷面积约10英亩的烟火 起于26日早上6时47分左右 截至目前城县消防局出动了至少700名消防队员 其中两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身受重伤 尔湾市政府在上午9时发出紧急通报 强制撤离尔湾大道以北的社区 昨天下午 强制撤离区又继续扩大到城县大公园附近的社区 尔湾南侧的森林湖市 尔湾市政府开放该市多个社区活动中心 供撤离民众使用 因强制疏散的居民数量众多 到了中午时分 多个社区避难中心已告客满 就在今天上午 政府的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报告说 南加州的空气质量目前是全美最差 来自燃烧区的有害颗粒物 可能会通过空气传播 此次火灾发生的原因尚不清楚 但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 在治国家公用事业委员会的报告中说 它正在调查是否是其电力设备引发了大火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于26号 接受福克斯电视台报告说 采访时说 特朗普想帮助非裔美国人 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想成功 又指非裔美国人多数是民主党人 甚至他们已经看到特朗普的政策 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年抱怨的问题 有媒体就批评这番言论 反映出白宫对非裔美国人的偏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 就指库什纳作为白宫高级顾问 做出暗示部分美国非裔美国人 不想成功的言论 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的立场 报告援引了约半世纪前 已故总统里根歪曲 非裔美国人形象 指里根在1976年竞选总统时 将芝加哥一起轻微的福利欺诈案件 严重夸大 令大众普遍认为 非裔美国人都是懒惰的 会骗取他人金钱 报告认为这种做法 加深了对非裔美国人的固有偏见 因此被广泛流传而为人接受 对于贫穷的非裔美国人的后代 造成深远伤害 距离大选还有一周的时间 美国邮政总局USPS建议 打算使用邮寄方式投票的选民 最迟周二将选票寄出 邮寄投票的截止日期因周而异 不过无论如何邮局建议选民 在截止日期前流出至少一周的时间 将他们填好的选票寄出 尽管大多数州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 都在选举日 但在路易斯安那州等一些州 选票必须在大选日前一天之前收到 因此应查看所在州的具体规定 在大选期间准时送地很重要 研究发现邮寄选票被拒绝的主要原因 是错过最后的期限 大量邮寄选票涌入的同时 邮件延误国会的调查和法院的裁决 也使邮局自下初以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今年6月被川普任命的邮局局长 德乔一卷入了争议 此前他下令进行一些新的 可能导致邮件投递延迟的新的操作变更 不过被阻止了 USPS目前表示正在分配额外的资源 以确保选票能够按时送达 根据《人物》杂志报道 著名摇滚乐女歌手Gowen Stephanie 今天上午在Instagram上宣布 和美国乡村音乐歌手布雷克·谢尔顿订婚 这对情侣是在2015年拍摄 《美国好声音》时坠入爱河 近年来在音乐上频繁合作 目前已经创作出多首著名的二重唱作品 包括《Nobody But You》 以及《Happy Anywhere》这些歌曲 在Billboard乡村音乐排行榜上 一直高举榜首 两人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俄克拉荷马州 今年51岁的Stephanie 已经赢得三次格莱美奖和18次提名 而未分夫Hilton也是成功的音乐人 常以评委身份出现在电视唱歌选秀节目中 并获得8次格莱美奖提名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